咱們的茄汁海鮮炒飯 怎麼樣才會五星級的效果 來 茄子 來 茄汁海鮮炒飯五星級 請看 要先放油喔 這麼多油 好多油 放油鍋子預熱 讓你有多餘的時間 這麼多油 我們沒有要全下 三顆 吃三顆 因為太濕了 所以要放更多的蛋嗎 對 對 切圈喔 切圈 即使你炒老一點的話 它都不會覺得硬 OK 我們背要背好久 我們也是 好久的 你怎麼那麼快 它都不會切到手 也是會 怎麼不會 這輩子大概切過幾十次了吧 蝦切怎麼這樣 切丁 蝦子是不是這樣切 是這樣子疊 你怎麼會想把蝦 一絲一絲疊起來 沒有 這樣子一次下間 不是比較快嗎 他們家就是一張單人床 他睡覺都會這樣躲到 妳幹嘛 妳看那樣我正在笑死了 多熱 我兩張都會出水 對 這是這樣子 就變冰了 好過喔 不是 這比你那個道具 也不遑多讓 我剛剛不是這樣 不是就這樣切了嗎 我番茄也是這樣切 你都沒看我 我來說已經好了 好 告訴他我是不是這樣切的 是 而且現在油淚 對 你都已經不曉得它炒了 它怎麼會看得出來 對 變叮了 好厲害 我這都學起來了 直接學到了 蝦子不能疊起來 對 不能疊起來 我現在都知道 蝦子都可以學會 誰教你的 我的概念 可是你看師傅有捏 它是輕輕的 它是抓鬆 它是抓 它沒有捏 捏 這叫捏 而且你不能往下壓 對 它就扁了 這樣這樣刷 不要比較 怎樣 你剛剛把它做成飯糰 你還用熱油 怎麼在炸 不會燙 因為它太黏了 要把它鬆一點點 海鮮過油 最快熟 也不用炒了 水分沒那麼多 它會出水 對 不然說海鮮會出水 聰明 這樣可以濾 對啊 對 它水那麼少 很香 因為海鮮過油就不會出太多 好 那現在這邊鍋子呢 還有魚油 剩魚油 不要把自己弄得很辛苦 我加了是這麼多蛋黃 你等一下注意看我的範例 會像肉鬆那麼鬆 很乾燥 就會粒粒分離 對 真的 有那個感覺的 比較容易爽快 而且我們剛剛用這個鍋炒 很容易就丟定了 因為它沒有 它很明顯炒 因為我剛剛鍋底的油不是 已經先預熱嗎 將來你們出去版頭 也要這樣子 先把時間留在鍋底的溫度 下油沒關係 讓油去控它鍋底的恆溫 好厲害 而且這樣也不太費力 金包銀的筋 夠漂亮 然後我就不斷地剝它 蛋黃一熟透了 每一顆飯粒就粒粒分明了 飯粒炒鬆了 先剝一邊 別理它 再用另外一個鍋子 我這裡就好吃了 來 這邊下一點點的油 香油 這個時候的油 是用來炒這一個番茄的 番茄醬的 讓它全素出來 現在過好油的這一些水分沒了 你就拌進來炒熟了就可以了 對 好聰明 這個水分控制得太好 海鮮就有味道了 對 就有味道了 那也沒有水分 那現在下調味料 下調味料水分就來了 對 調味料一進來 那裡頭 洋蔥 你看看那裡就開始出水了 你知道嗎 現在重點把食材炒熟 好 那起鍋的時候 起鍋了 一點點醬油 對 其實我們又放蛋白 好漂亮喔 蛋白不用理它了 不要理它了 真的喔 蛋白也是水 是啊 蛋白本身水樣蛋白就是水啊 那這邊的味道稍重 這個料進來以後 不要離鍋 鍋子不要離開火 就這樣子 繼續拌炒 繼續拌炒 它下面不斷在加熱對不對 對 繼續拌炒 好香 一樣 現在這裡頭 剛剛海鮮料跟番茄的水分 一樣可以讓這個飯吸收 你現在就剝乾了就好 感覺就有味道了 對 它是很濕 但是它還可以分開 超強的 板頭可以吃到這樣子 真的 天啊 其實煮一盪不得多少錢 剛剛前面放一輪 剛剛才像我們那樣的飯 我們炒到那個程度 這海鮮料下來我們全是輸出 真的 因為太濕了 就變燉飯了 好 鐵子海鮮炒飯完成了 決定第二階段的勝負 它 上菜